提起空军战斗机 网友们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目前的空中三舰客 殲-10C、殲-16和殲-20战斗机 这三款战机一款是四代隐形战斗机 另外两款是三代半重型多功能战斗机和中型国土防空战斗机 殲-10C、殲-16和殲-20是中国空军目前最先进的三款战机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三代半、四代战斗机之一 这三款战机的服役以及迅速生产 让空军实力在短时间内得到巨大提升 殲-10C、殲-16和殲-20这三款战机并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陆续服役的 而是在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内集中服役 其中殲-16在2016年服役 殲-10C和殲-20均在2017年服役 空中三舰客服役之前 空军的处理骑警就是殲-11B战斗机 也就是说仅仅在五年前 空军还是只能依靠标准的三代战斗机 在空中三舰客 核计产能超过500架的今天 空军殲-11B机群现状如何呢 殲-11B其实就是全面换装国产雷达和航电武器系统的苏-27SK 并且后续生产性动力系统 也使用了国产的太航发动机 除了一些外形上侧位内部已经截然不同 殲-11B在2003年左右进行了收费 2008年左右开始服役 实际上在殲-11B大量生产的阶段 空军还服役了一款殲-10B 殲-10B使用的是一部无原相控制雷达 整体航电配置和操控性要超过殲-11B 两极相比 殲-10B的空战性能要更强一些 不过在空中 空中三舰客服役前 殲-11B的重要性要超过殲-10B 首先是数量 殲-11B的产量超过200架 而殲-10B只有50架左右 两者的空军机群中的战比 完全不在一个概念上 其次 殲-10B确实有航电方面的优势 不过殲-11B是双发重型战斗机 载弹量和作战半斤是殲-10B之类 中型战斗机无法相比的 因此 从2008年到2016年这8年中 殲-11B机群 才是空军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 时至今日 服役每几年的殲-11B 实际上有些尴尬 空战性能被新型的殲-10C完全甩开 作为一款可以执行 远程主动出击任务的重型战斗机 制空性能 载弹量和多任务打击能力 又完全被殲-16压制 尤其是殲-10C和殲-16的产量 基本追上了殲-11B 殲-11B的规模优势也没有了 对此 有网友认为 已经有了殲-10C 殲-16和殲-20的情况下 无需再对殲-11B进行改进 正常装备到退役就行了 不过 殲-11B毕竟不是殲-11A 国内组装版苏-20C 最早量产的殲-11B 至今也仅仅服役了十年出头 很多殲-11B的服役年限 还是个个数 上200架崭新的重型战斗机 以目前三代机性能的状态 继续服役几十年 太可惜 对三代半战斗机没有优势 又浪费了双发重型战斗机 极大的改进空间 因此 在殲-16的生产任务 过了顶峰之后 对200架殲-11B进行全新升级 技术方面完全可行 又可以解决 空军这一庞大的重型机群 如何面临的尴尬境地 对殲-11B的升级 必然是全面性的 若不然 还不如不去升级 殲-11B体系非常大 像从脉冲多普勒雷达 换为尺寸更大的 国产有缘项风阵雷达总升级 无需像殲-10那样 对机头进行重新设计 殲-11B对雷达航电 和武器火控系统进行升级后 可以挂展使用 我国目前最先进的 霹雳15和霹雳10 这一空战导弹组合 制空性能将得到极大提升 在整体技术水平相同的条件下 升级后的殲-11B 各方面甚至会超过殲-10C 也有网友认为 我国曾经研发并且进行过 首飞的殲-11B项目都下满了 还会升级殲-11B吗 确实如此 在已经有了空中三剑客的当下 没有必要再去制造一款 昂贵的三代版战斗系殲-11B 但殲-11B和殲-11B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从性能 成本等各方面 来决定殲-11B的下码 但200多架殲-11B已经生产出来 摆在那里的实施 完全具备技术条件 让这一庞大机群的性能 得到大幅提升 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不能以殲-11B的下码 作为殲-11B机群 无需升级的例证 200多架殲-11B升级后的好处 也显而易见 以最低的成本 让我空军的三代半战斗机总数 和重型三代半战斗机的数量 均超过美国空军 并且有200多架升级后的 殲-11B 殲-16等多功能战斗机 可以放开手脚去进行攻击任务 远离本土的制空作战 由殲-11B和殲-16来负责就行了 这样的升级会让空军的国土防空 和远程捷机能力都获得巨大提升 随着印度耗费80亿美元 采购36架阵风战斗机 陆续交付空军部队使用 导致原本平衡的印巴空中力量格局 慢慢被打破 胜利的天平也慢慢开始向印度方面倾斜 毕竟除了阵风战斗机以外 印度还装备了苏-30MKE重型战斗机 可以说是在高端战斗机领域 巴基斯坦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因此巴基斯坦也急需去采购一批 新型战斗机 来让原本向印度倾斜的天平 慢慢回到平衡点 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巴基斯坦能够选择重型战斗机的型号 并不算多 俄罗斯的苏-35S 美国的F-15E和中国的歼11B系列 其中这三款战斗机中 最容易获得的应该就是我国的歼11B战斗机了 同时也是巴基斯坦最希望得到的 早在2019年的时候 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 就曾在演习中驾驶歼11B战斗机 才进行对抗训练 战机飞行过程中表现的结果 让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非常满意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称 旋轻11B战斗机只是上个世纪90年代 苏-27战斗机的改进型号 但是在经过现代化升级之后 歼11B战机的雷达系统 武器系统和动力系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也导致后者将拥有超过骄龙战斗机的优势 而目前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就是骄龙战斗机 虽然骄龙战斗机已经升级到了贝克三的版本 但是其服役时间要等到2023年或者2024年 而等到那个时候 印度阵风战斗机基本上已经全部形成了战斗力 所以才需要在短时间内印尽一款重型战斗机 歼11B战斗机是歼11A战斗机的改进型号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苏-27SK战机的改进型 类似于苏-27MK2的标准 只是不同于俄罗斯 凝弱的电子工业技术 沈飞在升级歼11B战斗机的时候 为其缓装了国船 有缘巷控制内大及其他设备 并且还对机体的结构和材料进行了改进 配合大推力沃散发动机 WS-10B 沃散10B战斗机的整体机动性能 航程和载弹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考虑到歼11B战斗机早在十多年前 就交付空军部队使用 所以为了保证 可以正面对抗阵风战斗机 沈飞公司也在近些年不断 对歼11B战斗机进行改进和升级 包括新的航电系统 电子战系统和武器系统 整体作战性能已经达到了四代半的标准 之所以说 歼11B型战斗机 是巴吉斯坦最希望获得的机型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歼11B战斗机 如果大规模装备巴吉斯坦空军的话 可以直接兼容巴吉斯坦线阶段的武器系统 和后勤保障系统 巴吉斯坦空军高层 也曾说是强调 巴吉斯坦空军和五国空军 在装备技术领域的通用性 一旦出现任何情况 可以保证战机 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机进行作战 二是这款战斗机 也是巴吉斯坦空军 当前可以以低价获得的一款重型战斗机 虽然可能售价过了5000万美元 但是相较于 F-15E和苏35S战斗机 接近1亿美元的售价依然要便宜不少 适合大规模的采购和装备 不过唯一担心的就是俄罗斯可能会禁止歼11B出口 毕竟当初引进苏27SK生产线的时候签署了相关协议 想出口仍需获得俄方同意才行 由于空中控制的好 所以歼11B战机的性能也非常不错 按照每一批次的改进情况来看 新批次的歼11B战机 已经能够做到航程超过4200千米 携带一定弹钥的情况下 理论上是可以作为民以轰炸机来使用的 当然 将重型战机稍微改装就作为民以轰炸机来使用 是很多小国的做法 比如以色列的F-15战机 就担负着这一任务 目前国际市场中 中型机和轻型机已经趋于爆合 很多国家开始对于重型战机表现出更大的需求 重型机的优势在于航程员载单量大 升级航电系统的话 就能够携带大量弹药 执行战场轰炸任务 比如 殲-16战机携带数个急速炸弹 一次轰炸 数个足球场面积的目标 得很多国来说 就已经是轰炸机了 不过 殲-16战机目前是主力机型之一 所以从重型机出口的概率来看 殲-11B战机更具有可能 有人认为 巴基斯坦可能会采购一批 改进型殲-11B战机 作为远程多用途战机来使用 可以对敌方重身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现如今 殲-11B战机的后训皮斯 已经换装了有缘巷火雷达 对地对海搜索 活力引导能力有了加强和改善 作战能力也有了成倍增长 另外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殲-11B战机如果获得出口资格 或者将出口的话 也能间接带动国产战机改进方向 目前 空军中仍有数量庞大的一批殲-11B来服役 当初之所以采购苏-35战机 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该战机作为 苏-27SK 苏-30MK的最终改进 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当然 目前这些信息都来在外面 殲-11B这样的重型战机 是否会真的出口 还有待商榷 由于现如今 一载先进弹药发展迅猛 一架大航程重型战机 挂载先进防区外弹药室 往往能够轻松打击 2000千米外的目标 久而久之 地区的平衡就会被破坏 殲-11B的战机能否顺利出口 首先就需要考虑到 这一方面的顾虑 接近在这两方面的战机能否顺利出口